在山东新泰市 这儿的鸭子住的是别墅 吃的是营养餐 几万只鸭子住在一块 看不到粪屋 也闻不到臭味 新泰市有近三分之一的农户 从事肉鸭养殖 近年来 当地推出了生态智能立体养殖模式 成功实现赶鸭子上架 让畜勤养殖 从散乱屋转变为高大上 每栋棚的养殖规模 达到了三万只 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 比传统的养殖模式 节省了将近十倍的人工 我们这样的棚舍 一共在新泰市建成了150栋 存来商品周加450万只 年初来量达到了4000万只